另外第三届县长杯电竞大赛 13号是在上腾工商盛大的举办 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原本要在3月份就进行的电竞大赛 延期到现在来举办 县长徐真卫也在百忙当中 到场参加简单的开幕仪式 徐县长也期盼 透过电竞赛事的切磋交流 激发每一位选手的电竞运动潜能 发掘在地的电竞科技人才 第三届县长杯电竞大赛13号 是在上腾工商盛大的办理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这一次的赛事从3月份延迟到现在来举办 上腾工商校长温志雄表示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际 全球职业体育赛事都暂停 各球团为了让职业选手和民众互动 不受到疫情的影响 电竞赛事成为了最好的桥梁 也显示出了这个新兴产业的发展 特别是在阶段疫情期间 我问各位 NB2学院不能打球在家里做什么 电竞 电竞 MLB美国大联盟 那个主棒的学生不能打 棒球怎么办 在家里怎么样 电竞 连大联盟本身都不得不 味道怎么办 电竞大赛 所以客户可以想见到 时代真的不一样 我们从事教育工作不是银河 而是听到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观念 而县长徐真卫也在百忙之中到场参加简单的开幕仪式 电竞产业是当今新兴产业也列为亚运正式的比赛项目之一 他很高兴上腾工商能够继续承办这一次的电竞大赛 让花莲可以和世界来接轨 那花莲我们现在在推动的这位城市 就是我们的科学教育 是班班都做到我们的检视业教育之后 再到我们的Squatch 为金马神兽 再到高博高中的行街 所以亲爱的我们孩子们 网络的世界以及科技的发展 我们一定会向这个角度 这也就是花莲先生的这么紧实电竞的开幕 另外千万我们要记得 当你这个在这个拿电竞之后 我们一定要请你走一走 为这个维持身体上的技能和体力 校长温志雄进一步的表示 上腾工商从三年前率东部之先 开设了电竞专班 三年来已经培训了40多位的电竞选手 而今年已经有许多的毕业生 因为电竞成绩优异 获得保送大学的机会 欢迎对电竞有兴趣的青年学子 可以踊跃的报读上腾工商 记者刘明胜吉安相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